这位工作人员正在海底拍摄企鹅 但是一只正在狩猎的海豹 他在摄像人员周围不断游动 查看着这个从未见过的怪物 甚至用嘴想要吞吃摄像机 但是摄像机僵硬且没有味道 很快他便失去了兴趣 开始打量起摄像机后的工作人员 他开始在摄像人员周围游动 此时摄像也有点害怕 经过一番查探 海豹张开嘴准备咬摄像人员的头部 但是上浮的气泡打消了他的念头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攻击 他只是在确定自己遇到的是什么 有没有危险 再进一步就是确认自己能不能吃 海豹不断借着海浪和白色岩石躲藏身去 然后突然出现在摄像人员的背后 他知道摄像正看向哪个方向 所以每次出现都会来到摄像的后方 直到海豹重重地撞击了摄像的肩膀 摄像人员知道是该离开了 于是果断上浮 我们来看看